你居然還給他投反對票 反對人家調查來源 讓萬華人受到污蔑 實在是太扯了啦 人家疫苗都在開打了 他才說他去幫他們申請疫苗 他把我們台灣人當笨蛋嗎 政治是一死的 良心是一輩子的 他說他是在一個什麼唱歌的年輕人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也不大認識他 只有他當選之後有青山劑 我才去參觀了他是他的表演方式 那個真的不是我們這個年紀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來形容真的是鬼喉鬼叫啦 年輕人他比較認同 那當然我們也是 我們尊重年輕人的看法 但是就是說你當時說要好好照顧我們萬華 這五年來你看看我們萬華有建設進步到哪裡了嗎 我今天要講你3加11的病毒的出口 然後要調查你居然給我投反對票 反對要調查 我那天在那邊還看到一個年輕人 在那邊吃歐阿麵線就說 這個林常佐很白目耶 你是我們萬華中正萬華唯一的立委 人家在調查病毒的來源 萬華人都被人家誤蔑了 要調查你居然還敢投反對 你應該點點不要出聲音 就是不要出聲音 因為搞不好你有你的政治理念 你居然還給他投反對票 反對人家調查來源 讓萬華人受到污蔑 我在講我私人的一個事情 那我一個朋友說什麼嘉義的燒額很好吃 說要叫幾隻來北上給我們吃 結果要去收貨的人聽到萬華 那個都病毒我不敢去 我們居然要受這種罪名 我沒有病毒 我還要被你說我是病毒來源 你看這口氣怎麼忍得下去咧 然後小朋友去上學去別的地方 你萬華萬華病毒病毒 我的孫子我的孩子 將來在這邊怎麼立地 你林常佐當時應該就要出來 勇敢面對衛福部 跟你的上面的那個蔡英文說 萬華不是讓你們這樣子污蔑的 就是這樣子萬華人很生氣的 當時林常佐是參加時代力量的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時代力量會崛起咧 就是一個洪仲秋命案 往生了一個洪仲秋 讓年輕人崛起 覺得去當兵 跟自己有關係 為人父母的孩子去當兵 當到死掉 父母也會擔心 當時就怪國民黨 怪國民黨沒有好好的照顧這些孩子 然後就民進黨時代力量群起圍攻 把國民黨的政權都垮掉 好的現在我們將近染疫跟打疫苗 死亡的將近快一千人 你民進黨有出來道歉嗎 你的良心在哪裡 政治是一時的啦 良心是一輩子 你今天死了這麼多人 我們今天是信奉神明的 每一條生命我們都很珍惜 你讓這些染疫而死的人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是因為你的執政無能 讓我們這些人這樣染疫 讓往生的這些英魂 難道他不會跟你討嗎 所以我今天講一下說我的肺腑之言 大家很多人都因為民進黨執政 他們都不敢怒不敢言 因為動不動就在官告明 大家都很怕 所以我只是比較仗義直言 敢講一些我的話 我是想說台灣要越來越好 林常佐你今天在我們萬華五年的立委 真的我講句坦白啦 你有在為萬華人做些什麼嗎 光是這個病毒就好 勇敢出來講 跟你的上面的那邊 衛福部說萬華不是病毒 你不敢講 你是在那邊臉書 臉書 老一輩子的誰在看臉書啊 我是這樣子講 當時要給年輕人機會 幹掉林玉芳 結果你看這個年輕人是怎麼對萬華人 我跟你說萬華人 人是很有熱心跟熱情也很重感情 我們是比較老舊社區 大家稍微怎麼樣 大家都互相幫忙 所以林常佐 你真的齁 你要檢討了啦 中央其實在20號的時候 就已經通過了 你們市場都可以打疫苗 可是林常佐呢 這個公文卻是在21號 等於說他本來就知道 中央有這樣的規定啦 所以他就發文 然後收到回文 就好像把這個納入他自己的政績一樣 那姐姐你怎麼看這樣的做法 對這個 這個實在是太扯了啦 人家疫苗都在開打了 他才說 他去幫他們申請疫苗 我講給你們聽啊 環南市場喔 像我們媽媽 媽媽這樣子都會去市場買菜 環南市場他們那邊的人也很擔心啊 你說有病毒啊 有確診啊 萬一這些 爸爸媽媽我們不去那邊買菜 他們的生計在哪裡 老百姓擔心的都是自己的生計 你看看啊 昨天啊 有一個人啊 就說他 他的公司喔 光是這個疫情就賠了1500萬 有兩個員工 因為他們的經濟沒辦法 就走了 就自殺死掉了 那個老闆股東說到哭 連我都哭你知道嗎 我看到喔 我們這邊是屬於猛甲胡適商圈 大家都沒生意 昨天有一個人來跟我拜託說 總幹事啊 我有跟你租倉庫喔 那個票要抽出來 我沒有錢繳喔 那你拜託一下 我也是把票抽出來 跟他說沒關係 先度過難關 有錢再來繳 然後我們當大樓總幹事 當然也是要替一些比較 比較說 來求助我們 當然要幫忙他 然後林常佐 真的實在是 你今天要是勇敢站在 因為各大電視台 直接嗆衛福部說 萬華不是病毒的出口 你們要點嘴 你今天如果勇敢這樣子講出來 我們萬華人佩服你 結果你不是你躲在你的手機下面 說你在那裡有在替我們發聲 騙鬼啦 會長講得也沒錯啦 你騙鬼 環南市場的會長 你看他要去領導這些人 那個市場是什麼樣各社人都有 如果有辦法當一個會長 你看他做人做事 一定要讓人家能夠敬佩 今天才在那裡才有當得起 他今天罵林常佐 你今天我這邊出了事情 你從頭到尾也沒來 只打一通電話 你疫苗煮了嗎 你笑死人 一般的人情事故會去關心 送個酒精 送個口罩 然後親自到那邊 會長有什麼需要幫忙 進管牆 這樣這是地方的民意代表所做的 什麼打個電話 這個難怪會長會給他繳成這樣子 這是我這個大姐的肺腑之言 因為大家都是為了過肚子 要養一家小孩 講盡坦白啦 沒收入啦 還要繳房屋稅 最近單子才來 用什麼汽車燃料稅 最近也收到單子了 都要繳 所以趕快疫情過後 大家有錢賺 就不會在那邊繳淨戶啦 泡茶在那邊繳淨戶啦 就是這樣子 那姐姐 我有一個問題 是蠻好奇的 有沒有人 應該說住附近的人 曾經跟你說過 我很後悔投了林長佐 不要說怎麼樣 我今天 我的兒子 年輕人 當時也是投林長佐跟蔡英文 還跟我在那邊對抗 我說沒關係 我們母子感情不變 你要投誰 我們都互相尊重 好的 那一天要去那個 佳樂湖買東西 禮拜六禮拜天 還要分什麼單號雙號的 結果他搞不清楚要進去 因為他急著要買東西 結果不能進去 他回來就跟我講 什麼政府啊 怎樣怎樣的 我說你投的啊 這個政府是你投的 這個立委你投的 我兒子叫點點 這是我們自己的切身之痛 那年輕人 他當時也是可能 可能是想說 那時候的反送中 因為我有查我們這邊 很多人都是為了反送中 才投給民進黨 其實民進黨沒有做那麼好 真的沒有做那麼好 我們有經歷過 所以我這樣子講 一條人命 就把國民黨給鬥垮了 現在一千多條人命 那個都贏富帝人 你民進黨 蔡英文為了一條美國狗 還在那邊寫紀念文 這一千多條人命 你有沒有來給他 我祭拜一下 我看不下去了啦 我們李五千歲 都有說跟我講 看不下去了啦 就這樣子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 就是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只是因為呢 很多人都說 因為現在沒有地方 可以成為他們的出口 那我除了林長佐這個議題 我還想特別跟您討論的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啊 公投 原本說828的公投 四大案子 包含了真愛藻礁公投 還有重啟核四 那甚至是萊豬 萊豬這個我分為兩塊 萊豬這個我想特別提到的是 在前 應該說昨天的時候 我們的豬肉台商 他停的是林長佐 可是他難道沒有想到一個問題嗎 林長佐 萊豬進口 他是投下同一票的喔 對 那時候我也是有 也是有關心這個議題喔 萊豬喔 因為齁 我要去那個菜市場買菜 還要問說你這個是不是萊豬啊 你這個怎麼樣 我們為什麼要買個東西 買個這樣子的 用這樣的質疑心 去質疑貪商呢 那貪商 為了要保持他的清白 還要掛一個招牌 說我這是台灣豬 很多人喔 講句坦白啦 你進這個萊豬是來毒害我們 毒害我們 我們老百姓真的是 有口難言啊 你政府要這樣子搞 我們也沒有辦法 就是良心啊 希望他良心能發現 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是 我們絕對是反對吃萊豬的 就是反對吃萊豬就是這樣子啊 當時陳時中衛福部的部長 他一直說3加11沒有會議紀錄 這是他講的 他把我們台灣人當笨蛋嗎 開會都一定會有個會議紀錄 不然至少也有錄影存證 你講什麼話 你為什麼不把你的良心講出來 就說這是我答應的 因為我當時要護航財團啊 結果你護航財團 那些人在探錢 我們這邊每天在擔心 我們的一條小命啊 我講句坦白啦 我爸爸昨天要去打那個 莫特納疫苗啊 結果他已經預約好 他要去打 那一個將近80歲的老人 在那裡一直量血壓 然後交代後事 我們做子女的難道不會 心裡也很難過呢 今天打個疫苗 我們長在台灣這個國家 今天要打個疫苗 還要讓一個80幾歲的慈濟上人 用視訊去苦苦哀求 蔡英文 你要讓那個輝瑞 BNT疫苗進來 我也有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一定要打BNT疫苗 因為我們BNT疫苗 能夠打12歲到16歲的青少年 這些孩子沒有打疫苗 怎麼上課呢 我自己也有孩子也有孫子 要上課我也很擔心啊 因為學校也是一個大膽缸 來自於各個家庭 孩子沒有打疫苗 我們也很擔心 難怪慈濟上人 他憐憫蒼生 他才一直說 蔡英文 你是不是要讓BNT疫苗要進來 讓一個老人家苦苦的視訊哀求 我希望良心 你的良心 拜託一下 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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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是一死的 良心是一輩子的 我們就是只有小老百姓苦苦的哀求 讓我們恨惜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老是當人家的棋子 美國捐個疫苗就叫爸爸 日本捐個疫苗就叫媽媽 連立陶宛 他的國家人民的收入都比我們少 賺錢比我們少 捐個兩萬疫苗來給我們 我們是有錢人 我們變乞丐 還要叫奶奶 立陶宛奶奶 這是什麼國家什麼社會 三百多億的疫苗預算 跑去哪要講清楚 你有沒有買疫苗講清楚 不可以這樣子對待老百姓 我們這樣子打疫苗還打殘劑 我的妹妹昨天跟我說 她幫我去登記要去打殘劑 結果那時候自己想 我還要打殘劑 我有錢買 我為什麼要去打殘劑 我昨天看到電視 發臉 有人為了要去打殘劑 結果還叫他們 好像公廟要拜拜要去搶 搶頭箱 還有人搶到跌倒 我看得很心寒 台灣人 以前是台灣人是這樣子 笑掉大搖 我都被這些 來像那個什麼那個 越南妹妹說 我們要回國去打疫苗 人家那個菲律賓妹妹也說 我們要回國打疫苗 連那個大陸的 來給我租房子的說 黃東你們沒有疫苗打 我也沒工作 我要回去大陸打疫苗 我們現在台灣是怎樣 我現在就是講出很多人的心聲 330多億的疫苗預算在哪裡 請你講出來 就是這樣子